整体社会在年轻人的培养过程中 它的过程是幼儿园、小学、中学、大学 那么一般读完大学下来 基本上我觉得绝大露出整体的感觉是敏感 都是敏感 他要培养社会的 你在社会上混呢 敏感不重要 顿感重要 日本有本书叫顿感力 所谓顿感力就是领导批评你一句 其实有时候真的是为你好 有的人批评一句 就要你寻死觅活的 那肯定不行 就是你不要那么敏感 其实有时候 你比如说 你在哪哪哪 你可能今天有一个事情没做到位 然后你的直系领导可能瞥了你一眼 其实他瞥你的眼 他真没瞥你 他可能是想别的事 但是你就可能为他瞥了你这一眼 这一天就心心不宁 就过于敏感 我觉得判断事物的时候 你比如你判断一个具体事物的时候 敏感是非常有用的 但是你在判断人际关系上的时候 不要那么过于敏感 人家其实有时候没怎么你 但是是你自我觉得 然后引发连锁反应 那顿感一点呢 我觉得就朋友之间 说错一句话 没什么事 一开玩笑就过去了 领导之间批评一句 把具体的事记下来就可以 但是不必要 非往心里去 觉得我以后是不是上升就无通道了 领导永远看不上我了 不是这样的 所以主要还是谁出钱 假期算是 因为你讲的这些 永远是现实主义 不是 他讲的这些 都讲的有道理 但是这些都是公私培训 就是等于是工作能力之外的 同事关系的一种培训 所以这个当然应该公私 他有时候 还有我们自己花钱来接送 那不是 他有时候是为了培养你什么呢 你比如啊 你是卖保险的 为什么有的人保险就卖的好 他第一个决定你的要素的是什么呢 你要脸跌厚 对 这是羞耻感 就让他的羞耻感打掉 先是锻炼你 你要把你的这层壳拨开 第二步才是你的说话技巧 就是你怎么能够 因为有人也是要培训的 有人是天生的 永远会站位 就我永远说话让你舒服 什么叫让你舒服呢 就是我永远说的话 比你低半头 我如果比你 我跟你平视 你肯定就生气了 我给你低一头呢 你要比试 所以你就低半头 这个分寸非常能拿 最好的销售人员 一定是说话的技巧 而且最好的销售人员 从图表看呢 都特恐怖啊 因为我去一个 那好多年前 我去一个房地产公司看销售 那墙上一张大表 所有的售楼小就在那 其中第一名 那条红线 出到这儿 第二名根本就在这儿 三名四名 什么都差不多 他那么 他一个人恨不得销十个人的房子 那这时候呢 那我就肯定有一个判断 我就知道这个人 就是语言的魅力 对吧 那 那这个同事不会这么说 同事一定说 他长得好看 这个路子 对不对 他为什么 搞定一个人的时候 搞定一个人的时候 有时候就一句话 我先说我自己 我去买房 97年 96年 我去买房 买房呢 那时候都是那个房地产的交易大会 我乌羊乌羊的人啊 就是这个罗马 华人家锐衣 水城什么都弄得特奢华 然后有一小摊 什么也没有 这一女的懒羊羊在那坐着 我就过去了 我说呦 我说你这个 你这房地产项目怎么没名啊 就写着 因为我现在不能说牌号 说是牌号人都找我们家去了 就是某某街某某号就完了 而且是某某街某某号住宅 我说 我说你这个房地产项目怎么没个名啊 就是你没起个高大上名啊 那女孩一电话就把我搞死了 她说 唐宁街八号也没名 第一举了你 对吧 您把我这儿 您那是一个有名的地儿 对对 尊贵的地儿 英国首相去住的地儿 是不是 然后呢 他又不动声色的 就把这事说了 哎 我一听完 我说行 我说咱俩谈 然后我几分钟 我就把房子买了 主要是唐宁街给了您这信心 就是说话的技巧 就是 那说明您也挺上套的呀 对 说话的技巧 估计啊 就有地产商改的项目就改成唐宁街景 对 我告诉你 不是有一个 能把您这样的给套住 那您这道行也不深呢 不不 它是这样 每个人都是有短板 你比如说有个经典的推销案例 就是说话的案例 就是卖早餐 你们都知道这次案例 就是服务员上来 您是要两个鸡蛋 还是要一个鸡蛋 他是这么样问 另外一个说 你是要 你是否要鸡蛋 就是早晨起来摊鸡蛋嘛 所以这个服务员 永远卖的比别人多得多 因为他是让你在二和一之间选择一下 或者也可以说 您的鸡蛋是要两面鸡 还是要一面鸡 你肯定觉得 我说一面鸡吧 或者我两面鸡 这是会 这是一个会销售的人的一个语言技巧 这个是可以教的 你是卖两套别墅 还是卖一套 一套十号还是十一号呢 所以呢 就我说的就是一个实际案例 就是他 有时候搞定 你不需要说很复杂的话 不需要你炫 就是说我这个项目怎么样 我使得最好财点 我们老板是谁谁 说的全都没有用 对对对 人家要的是实质 只不过恰恰是 我想要的那种方形 就这个上面有 我最近看了一个 就是一个人是 那个是 那FBI专门讲人家 解救人质的谈判专家 我发现他讲的好多东西 其实可以用于社交 也可以用于谈判 用于各种事 因为他说我们忘了 其实我们每天都在谈判 我们很多时候 你给人打一电话 你说我五点钟见 但你不想五点钟 我要去六点钟 那就是在谈判 然后或者说 我把车停这儿停那儿 或者是多少钱 其实我们每天都要做七八次谈判 他就说 所以谈判很重要 你要有这个心态 那他说怎么谈呢 我跟这人说话的时候 他说第一 你呢 就是他有几个 就是这个三板斧 第一个他就说 这个人说什么 你重复一遍他说的话 就要让他不露声色的 比如说你要说 你说我想买房子 你说您要买房子 我不买别的房子 我就要那最好的 哦 你要最好的 哦 然后就三句话以后 他就开始 他要跟你说话了 他就一定想跟你说话 然后呢 你再根据这三句话 你就开始抓住他的特点 哦 知道他到底要什么 哎哎哎哎 他不是说我要买最好的房子 比如说哦 那您一定是一个特别有眼光的人 哎 就 举了 举了 就把他的这些东西 你先是重复 然后呢 抽概括 概括 概括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概括概括概括 他就顺着你这个就下去了 就这个很有意思 就是你坚定的跟对方站在一起 这是说话的一个技巧 比如你刚才那个是 讲的还是一种销售的案例 就是你这个谈判 是因为大家都有目的的 还有一种非销售的 比如我们同事之间 去讨论一件事 比如我们讨论一个项目 那项目我要想办法 比如我明显的跟你 不是一个想法 那我怎么能跟你探讨下去 而不把这个事最后谈崩呢 我一开始先站在你的边 我觉得你的想法是好的 我们俩一块往前走 走的时候 我想尽一切办法 一点一点把你拉到我这边来 这是一个技巧 如果你看想说 哎呀徐老师 你这想的做什么 你这个 你徐老师说 你背后说 买了东哪个人脑子有水 然后就完了 咱俩就永远谈不到一块去 我先说 我说徐老师 你想的真是我最初想的 我就是这么想的 是不是我给你站一块了 但是我们往前走的时候 我最初想的后来翻盘了 就这个意思 你在途中不停的去改进 改进的时候 如果你觉得很难改的人呢 你就是慢慢的一次改一点 一次改一点 如果你觉得这个人比较容易理解的话 你可能下两句话就告诉他 我最初就这么想 现在想这个是有弊端的 我告诉你弊端在哪 我们开学术会议呢 就是有两种说话的 一种说话呢 就像你刚才这样 那这样的人真是人远好 他永远是 文涛刚才讲的这个词很有道理 然后他再把你的观点稍微重复一下 但是呢 很快他讲出他的观点是跟你不一样的 你提的问题 这个问题很重要 这个问题很值得我们讨论 没有说你讲的对 对不对 先是这种 但我从小呢 不是从小了 就是到学校以后 接受学术训练呢 一直听到 比方说我的老师啊 他们就一直在讲 在学术问题上 不要那么讲技巧 就是一定要坚持自己的观点 所以我当时还真信了呢 就是常常开会的时候 就是说谁谁谁讲的 特别是有名的人 特别是有名的人 我们会去讲 某教授刚才这样讲 我不同意 好就这样来 这个也有个好处 人家马上来看你了 就是说人家会注意你 你这个年轻轻的 你怎么会对某名教授讲的不同意呢 人家听你 但是实际上是吃亏的 时间久了你知道 人家会觉得你傲气 这个狂妄 狂妄 但是因为我们这个专业呢 就是刚开始的时候 研究生的时候啊 我们的老师就这么纵容 就说年轻人就应该狂 尤其是写文章 那你更加应该直接的什么什么 所以我一直上这个档 到了我也不知道到什么时候 我可能到现在还没有转过来 其实要理解就是很自然 因为人的大脑接收到 如果是一个不同的意见 他第一反应不是好奇 说这人怎么想的跟我不一样 而是这是一个挑战 就是有他有这科学研究人大脑 一接收到不同意义 你在挑战我 所以呢 这个我觉得是一个 跟人交流的方式 先赞同后 是是 我觉得这个是有规律 也有技术 但是呢 从另一方面来讲呢 人也有性格 为什么说要认识自己啊 有的人可能不适合做卖楼的工作 但也许他适合做科研的工作 对吧 有些人适合做秘书 有些人适合做导演 个人有个人的这个性情 你比如说 有些时候讲 好多这个天才啊 你知道都说有一种病 叫阿斯伯格综合症 你知道这种病 我听过听过 就甚至说这种病叫天才病 像什么那个谁啊 这个这个那个 要上火星那个 马斯克 对对对 狂人 就狂人 但是你看这种人 他还有个命与运 对吧 他有他特殊的际遇 但是我就说就一般来说 你承认不承认有 这确实有敏感的 羞涩的 有一种叫社交疲惫 就是对于他来说 他觉得应付 这个每天呢 跟这个领导 同事 社会上的客户 应付这些关系 他已经觉得很累了 就是有个休息日 就恨不得 缩在自己的壳里 我觉得这也是很 就是 这非常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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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那公司不肯出钱 对 您像马爷 您说的那个就是特别管用 这些这些技巧 但是问题在于 有的时候啊 没有动力 什么叫社交疲惫 就是说 打不起这个精神了 就是就是 当然我知道怎样社交 但是好像有些人喜欢独处 某些地方的团建 他不喜欢 对吧 实际上也是 你看现在的年轻人 他这个这个这个边界意识 自我这个圈的这个这个意识 越来越强了 或者说工作和生活 他觉得生活就是我的生活 我不一定要变成公司的延续 对吧 这样的年轻人呢 其实有的时候 他适应有些社会规则 他也挺苦的 因为你看 今天有些工作 就是延伸到了生活 你比如说酒局 这真是个就挺不好的 一种社会规则 就为什么谈生意 为什么要喝酒呢 为什么拉个客户 都得这这这这 这么喝呢 对吧 您想马爷这个老江湖 对吧 把你们全给灭了 但是 您想一个刚大学毕业的 他确实 他觉得这个东西 即便他能适应 这样感觉透支心灵啊 透支精神啊 就是这么怎么说话 能不说错 您知道马爷 就是我发现 说一千到一万 有个根 你活了这么大岁数 说实在话 就是你意识到没有 你有一个东西是脚跟站稳了 你这个脚跟站稳了 是你这么多年的积累和经验 它使得你能够清醒的看待一个交际的问题 比如说这件事情怎么对 怎么错 我应该谦虚对人 我应该高抬别人 一直自己 你觉得你哪哪门 门清 你知道吗 我有一个年轻的小朋友 小同事吧也算是 就是他说他到他父母亲的那个圈子 他父母亲都是知识分子了 父母亲交往的圈子 高级知识分子了 我觉得他说的很形象 就是在他们当中啊 就像是一个 就是小孩蹒跚学步 就是他我不知道你们这些大人 你们的这种交际的这个规则 我又怕我说错话怎么着 就是感觉就是本身就是一种 小孩子就是站不稳啊 就是这个 很正常 盘山学步的这么一个感觉 他说 我不愿意出去 就是因为我不知道每一个圈子里的规矩 比如说说个很简单的 去吃西餐 他就说我怕 就是弄不清楚 这一套刀叉 诀呀 就得出心感重 看两边啊 我记得那个电影 对吧 那个漂亮女人 就那电影里面 不就是叫他这个 用这叉 后来人家不会用 两个人就一起用那个最 错的方式吃 也吃得很好 就是 不我觉得就是得失心 得失心 我们刚才讲的就是把自己放低一点 让人家显示优点等等 这些可以说是说话的技巧 说实在话 能自能自低的人啊 实际往往是已经有些自信的人了 他就是生怕别人觉得自己不行的 那个我估计才是盘山学步刚进入社交场的那种心理 我的意思是那个修养说话态度锦上添华 但是更重要的东西 我面对我的学生 我还是一直跟他们说 比方说你刚才讲的这种心理 他碰到一群人 他不知道不知所措什么东西 那其实真的不必担心 你就犯错也没关系 我最简单的一个例子 我上课感到最为难的一个例子 就是利论 我们知道鲁迅的利论 对不对 到人家家里去说 这个小孩将来升官 赏一笔钱 这个小孩将来发财 这个很好 这小孩将来要死掉 被人打出来 那鲁迅的总结就是说 你看那个说真话讨打 说假话哪好处 那人应该怎么办 那个老师就今天天气哈哈 那然后就要跟学生 学生这里边就很复杂的一个问题了 就是说如果一个年轻的学生 到了某一个场合 周围大人都在说话 他们似乎有一套礼节 可是在这个学生看来 他们很虚伪 他们中间有很多假的东西 他实在是不适应 他要是适应 他不会有这个感觉 那这种时候怎么办 我是碰到这种情况下 我总是跟他们说 比修养 比事故更重要的 还是你说真话 还是你说出自己的东西 我说比比方说 我有上课说错的东西 我有一句话 我说你们多少人会跟我指出 比方一个简单错误 广东话的一个发音 读一个音 读错了 很少 只有三分之一的人说举手 会来跟我指出 那我就说 我是赞成他们 他们给我指出了 我就是下次我可以避免了 但讲完以后呢 正面教育完了以后呢 我还补充一句 那说实话 我以后又会记住 这几个给我挑错的学生 这又是实情 这些学生 你如果说他给我挑错的 态度不好的话 我肯定又是记住他 但是我不知道怎么样 我可能也是我错 反正我跟他们说 你说真话 让自己舒服 还是最重要的 比让别人舒服 重要 所以这跟我刚才讲的是矛盾的 就是有这个复杂性 不是 这肯定有个问题啊 你这个把年轻人生给交坏了 我们先说这真话是一个绝对真话 那么绝对真话 那一个前置你要说的时候 是可以不伤害别人 或者轻微伤害别人 比如我给徐老师指出的这个错误 是无通 无关痛痒的 我当然积极的去指出 你记住我也更好 如果你这个错误是个致命的 很丢人的 当着所有的学生 你把这个事情指出来 就会很丢人 就是愧对大学教授的 这么一个身份的时候 那这个说不说真话 那我说如果说还是要说的话 那能不能私下去说 这就是技巧问题了 就是不要去公开的 有时候我们文化就是一个外衣 是吧 我们爱面子就是爱这个外衣嘛 外衣是一件一件穿上去的 你可以剥削他一层外衣 但是你不能把它剥一金光 剥一金光谁也受不了 所以在这个 就是说真话假话之间 中国历史上所有的文人和官员之间 无非就是这么个问题 看着皇上的脸色都变了 您这还有一个字的直见呢 那你不是找倒霉吗 那肯定皇上就是 就是一怒就给你发配了 发配了问题不大 你说发配了苏东坡发配到海南还去了呢 他问题是耽误你人生很多事情 你做不到 所以就是我们实际上是在选择 这个选择中的很重要的一个概念 就是社会成本 你在这个社会成本中 选择一个成本比较低的 可以承受的效果又相对可以接受的这么一个过程 所谓你刚才说所谓的人情练拿实际上就是找这么一个位置 我们还一一的详细的讨论了这些事情的公式 基本上认为就是 怎么来说 凡是生理性的 尽量不能批评 就是说这个事情你批评它 它是没法改变的 你尽量不要批评 凡是不是生理性的 是你可以改变的东西 比方你做的姿势啊 比方你穿的衣服啊 你这件衣服不好 你可以跟它说 但是你的肚子太大 或者你太胖了 那你这个事情就不大好说了 太胖了还能改 你不能说它腿短 这人彻底改不了了 肚子大了就显点肥嘛 第二呢 就是你关系越好 你跟他越当做朋友 你就越应该跟他讲实话 比方说你是你的同事的室友 你跟他很好 他买了一件衣服 其实穿得很傻 那这个时候你怎么样 不说 不说 我有时候跟他讲实话 他都受不了啊 什么啊 就跟我急了 我的意思就是说 你跟他关系好的闺蜜 那你就应该 当然说有技巧 对不对 你这件衣服改一改 会更好之类的 另外一个事 它有一个基本原则 就是如果你去规劝别人的时候 首先要地位平等 你的话才起作用 如果你明显有社会差的时候 你去 所以你一定要考虑自己说话的 这个地位 这个地位不是说 你低了就不能发言 如果你低的不多的时候 你可以利用语言来 弥补 让你跟他拉平 如果你地位特别悬殊 你是不能劝的 尤其 你俩人打架 你一个人没有身份 你上去悬架 只能火上浇油 如果你身份高 那上了一个就停了 你们打什么打呀 我得承认他说的有道理 但是我仔细想想 这又很可悲啊 关系不好的 就说衣服好干 不是 这个关键是 关系好了你就来说 你这件衣服 你要短一点才会更好 你可能要憋很久才能说 但有一个问题 你为什么要不说呢 不是不为他好 也不是关系就是好坏 或者是高低 而是说我如果告诉你了 我就表明 我的审美比你强嘛 对吗 可能你去参加一个活动 那个人也是很精心的打扮了 你说不好看 是不是就意味着 我的审美比你高 我的问题的前提是 你的室友买了一件衣服 在那里试 然后问你说怎么样 他都买了 我说不好看 为什么呀 这么事故 这得说好看啊 这怎么着都得说好看啊 不是 马爷这个最有经验了 人家买了个东西 花了那么多钱 您说真话还是说假话 人家都是说这个 过去有一句老话 叫见人减兽 欲获增值 就是 你不是说 您多大了 说七十 哎呀不像 您像六十的 往下说 说您这东西多少钱 买的三十 哎呦 我买得五十 你得欲获增值 这就是一说话的技巧 那如果人家买的 没减兽是假的呢 对 买的古董 假的 花了老钱了 您说真的 那当然我会说实话就是那会委婉啊 委婉但是他有人听不出来 因为我做节目就有过这个事 你不是那个永乐压售 全世界已知的就三件啊 那人拿了一个 我说全世界已知的就三件 您这是第四件 这话委婉吧 他说真的吗 我有那么幸运吗 全是A 这话说的很有技巧 对吧 您这是第四件 这骂人呐 但是所有人旁观者全都听出来了 就他自己听不出来 这产生了极强的一个幽默感 就是说 每个人的心里的预期和愿望是不一样的 他在 他在此时此刻的宁肯 就是相信我亏钱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这个东西是真的 对了 就是您知道吗 还有些人跟人呢 也确实也是讲个投缘不投缘 但是更多的情况 我确实是发现 有些人就没有休养 包括有的上司 就是你怎么说呢 比如我就亲眼见过 人家他的一个下属 我在旁边看着 我这个正义感都hold不住 那这个下属悄悄去买了单 你说你那耍什么威风啊 对吧 就说 谁让你买单了 谁让你买单了 我跟问他在这吃饭 我说走了吗 我说走了吗 拿着宴会缸 哐就砸过去了 我当时我就说 我说你干什么 就是你明白吗 就是 我当然这是比较极端的 少数的例子 但是我相信 每个人在生活里都碰见过 就有些人真是特别差劲 修养很差 但是如果你无奈 你跟他就是同事 甚至他有可能是你的上级 他天天这样的跟你 就您甭说我抬举你 你抬举我了 他这个人因为修养不好 他老侮辱我 他老贬低我 他欺负我 我怎么办呢 那就辞职吧 不还有 很普遍 就是你有一定位置的人 只有比他高的人能批评他 比他低的人都不能批评他 我看到很多这样的情况 都是开会 我自己大学里开会 开会之前 上司来之前 大家都在讲某一件事情 所有的人都在说 这件事情很荒唐 大家都在笑 谁想出来的 什么什么什么 好了 等这个上司来了 他一上来就说 这个事情怎么样 这么好 一讲完以后 大家就闷掉了嘛 因为刚才都在骂 这个这个 这么快 隔了几分钟以后 就有人开始 哎呀 虽然呢 这个事情是一个 新生的什么什么东西 但是他也有他的好处 什么什么来讲 那一般这个时候 总有几个人会转过来的 这个本领真是大 因为五分钟之前 他还在说 同样 他的嘴巴里说出来 就是傻瓜 才会讲出这种 什么人呢 那没有脑子的 现在他就跑出来说 很好很好很好 我讲的是香港 我所在的大学 但是道理是一样啊 我不开心 我要不要表达 我都不开心 就是各种选择 其实都摆在面前 但是你选择怎样做人 你就各担因果 对 对吧 你就要付出成本 马爷 您像我说的这种 您碰见过没有 就是 就是 你 就难打交道 这个同事里啊 我觉得哪个单位里都有 个别的特别难打交道的人 跟谁都不合 这些人呢 你就近而远之 我老说呢 你工作中啊 你不能成为朋友 没关系啊 但是你能够正常工作 不要成为敌人 不要能成为敌人 就是你正常工作 你那个做的有理有节的 然后你做事情很得体 然后就是工作啊 而且工作以外的事呢 尽量少说 因为你只要一传 因为这人不好打交道嘛 我觉得一个人呢 跟你喜欢的人一起工作 不算本事 跟你不喜欢的人一起工作 那算一个本事 对对对 对我可以工作 简单 但我可以不跟你做朋友 我可以跟你做工作啊 那有的人是什么呢 我们也有这种人 就是说单位里也有嘛 就是人家说 跟他做朋友特别好 就是不能在一起工作 也有啊 就是一到工作就较之 别人错了 就人家道歉 道歉也不成 道歉也不成 那这个事情 就是个人的问题 所以最终呢 都会出现这种问题 就是说一个不合群 或者说难伺候 或者难沟通的人 最终在一个单位 都是会受人屏息的 但有一个 这个问题会出现 大家会说 那这个人为什么 还会在这个单位里呢 往往这个人呢 会被认可 认可呢 当然基于两点 一点是他真有本事 你们没办法 还有一个呢 是他可能在人情上 或者人情关系上 你比如说 他为什么不开他 他不知道这个人的 家里有什么人 跟什么这个关系 大家都不知道 还有一个原因 就是说公司领导 如果说他有一个 什么事情 他交给第二第三 就是说能力来讲 假如说十个人里边 那排在第一第二第三 如果说丈夫把这件事情 交给第一第二第三呢 不见人情 就是那个第一第二第三的人啊 他觉得这个本来就应该是 这个事情交给我做的 或者说正的交一个负责 他给第八第九的人啊 这个人就非常忠于他 就以前有个公司领导 就跟我说 他说有财有什么用 他说这个财为我所用才有用 所以做人的说话的技巧啊 有时候一句话 就会导致这个态度的 这社会多复杂呀 人情世故 这家伙如海参哪 是吧